《时空骇客》是一部关于时间旅行和科技的科幻电影 由著名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指导于2010年上映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年轻的骇客员工科布 Kob 在一个神秘的雇主邀请下 加入了一个潜意识入侵的任务 目标是改变他人的想法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科布必须进入被称为梦境的环境 但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个梦中 科布和他的团队必须在不同的梦境中进行任务 他们透过在梦中进行的骇客行为 影响现实世界中的事件 然而 当科布陷入梦境的深处时 他开始发现自己可能是时间循环的一部分 他的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 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才能逃离这个梦境的陷阱 回到现实世界中 《时空骇客》获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 这部电影的剧情引人入胜 配合上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拍摄技巧 呈现出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梦境世界 影片探讨了时间、记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 以及自我与使命的挣扎 同时 影片也透过科布的经历 探讨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渴望 提出了关于自我和命运的哲学问题 总的来说 《时空骇客》是一部极具挑战性和深度的电影 透过梦境和时间旅行等科技元素 探讨了一些哲学上的问题 并且带给观众惊喜和思考 这部电影也展示了克里斯多福·诺兰作为一个导演的独特风格和创意 成为他的一部 《时空骇客》都要带给其他一部 谢谢观看